大家好,我是姨鳳、Chris 好,Gameboy維修來到第二集了 我在淘寶買的高亮度的IPS面板終於到了 那我還是再重新買了一個殼 因為我上次買的那個殼是全白的 我想要它是灰色的 所以我又買了一個殼這樣子 那價格我會打在這邊 就是我總共花的價格 那這一次呢 我會把裡面的主機板移植到空殼 還有面板換上全新的主機板 這個上次買的這個玻璃保護鏡 我也會就是移植過來 這樣子所有材料應該都到齊了 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先來開機一下 看上次的狀況還是不是存在 一樣有Nintendo 好像比上次還要正常一點 難道上次我真的做錯了什麼嗎 我覺得比上次真的很長耶 還要對比 正常耶 但還是什麼都看不太到 太暗了 但沒有上次那些點 所以其實上次算是維修成功啦 只是這個螢幕真的太老舊了 好沒關係 我們要換上比較漂亮的螢幕 先把它關掉 好移植前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零件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看這個殼 殼的話我買來會有按鍵 這個按鍵的品質 我覺得跟原廠 幾乎一樣耶 外觀也幾乎長得很像 副廠的殼 這樣子兩個 它沒有先鎖起來 裡面有附一包螺絲 副廠的 品質我覺得很不錯 品質是很棒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面板 螢幕面板 這個就不是原廠 這個是人家改造的 這個是IPS的螢幕 專門為Gameboy訂製的 好我們就開始來組裝吧 這次我要證明我的微笑能力沒有那麼弱 主要是它移植這整塊 有這些小東西 我們都要移植到這邊來 這樣就可以整個拿起來了 OK 其實蠻簡單的嘛 但裡面很髒 稍微簡單的用刷子清潔一下 好這樣應該就算移植好了吧 超級簡單 難度應該是一顆星 就是 會鎖東西其實應該就會修了 好 再來就是新的螢幕面板 先看一下原本的構造 一樣就是這些都鎖上去 然後後面有個螢幕 那有個螢幕的話 它螢幕 它給我說螢幕是跟這個是分開的 方向的話 是長這樣子 推出來這邊 這卡榫要這樣推出來 這樣有沒有 這樣可以插進去了 成功了 然後這個排線 就是這個排線 對吧 插進去了漂亮 我們先接上去看可不可以 有沒有電 有沒有量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次開 看有沒有電 3 2 1 完了 沒東西 有 有了 太好了 又是電池接觸不了 有 有東西 有東西 漂亮啦 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拆下來 然後移植到這個上面 好現在進度到 我已經把螢幕給鎖上去了 我還沒把它撕下來 白癡喔 現在要把它解開來 把那個塑膠紙給撕下來 不然就會很醜 剛剛說的沒有撕是這個 這個沒有撕下來 撕下來 然後把它貼上去 像這樣 好 我們先把這個給貼上去 這邊有個洞 然後他給一個 這個水晶的 類似 導光的 這個 這個應該也要 把它放上去吧 這樣 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吧 又又又 合合合很合 這個這樣子放是對的 水水水水水 就是這樣 導光的壓克力調要放進去 再鎖一次 你貼上去 拼開會不會灰塵 有點灰塵 OK啦 好像這樣 不對啊 按鍵 按鍵忘記了 不好意思 怎麼那麼笨啊 這個放進去 這個也都放進去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了 這個玻璃也OK 長這樣 接下來 裝上主機 OK插進去了 OK 那我們就 一個一個的把它鎖上去吧 鎖好了 好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外觀有沒有問題 外觀 好像沒啥大問題 看起來是OK的 每次到這個時候都是 最緊張的時候 很怕前功進氣 裝好了 我要開機了 321開 這個電池還是有點問題 有了 畫面沒有問題 很棒 聲音也沒問題 那我們來擦卡汰吧 漂亮喔 這一次大成功耶 讚讚讚 好開 這個顏色很漂亮耶 哇 這個顏色很棒耶 等一下可以調整嗎 可以調亮度 可以調亮度 哇你們有看到這個亮度嗎 很誇張耶 哇 畫質超好的耶 欸 不是不覺得我一直玩下去耶 很爽耶 無敵了無敵了 太開心了吧 欸Gameboy復活了 而且螢幕比以前還要好 好幾倍 就是對比度更高了 好 我家來生命而已 幾乎沒有瑕疵 畫質超好的耶 外觀也幾乎都正常 這個把它蓋上去 有點語無倫私 這不是以前看過的Gameboy耶 它亮度還可以調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覺得太亮 如果覺得太亮還可以調暗 這個IPS面板很棒耶 可以這樣調亮 我會不注意一直想要玩 好先關掉 我們來看一下 生機寶貝會變怎樣 高畫質版的黃版 你敢信 高畫質的黃版嗎 你以前小時候是看不到這種畫面的 哇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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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阿...這皮卡丘 w 這麼清楚的 皮卡丘 Oh my god 你有看過這麼清楚的皮卡丘 在Game Boy上面嗎 你們有看到嗎 這麼清楚耶 不敢相信耶 1995年、1996年 我覺得就到這樣了 我覺得我已經成功了 這次 很關掉套巢 我這一次應該算 成功穴齒了吧 那接下來我就把 舊的這個殼 可能就原封不動的全部鎖回去 還有它這個面板 也原封不動鎖回去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它是一個 很棒的收藏 好這一次 Gameboy改造大成功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我也覺得很棒 我應該會 晚一陣子 然後可能再去多買幾個卡帶回來回味一下 高畫質的版本 因為 我剛剛是第一次看到 IPS這麼亮的 這個 超級瑪利歐 然後還有 37寶貝黃版 那就這次是大成功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我是以豐克里斯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